准备继续出发一路向西啊 我们是从以上出来之后 现在准备出发往四川 路上在凤杰 昨天住了一个晚上 然后呢在这里点了一个火锅 我们不值勤呢 叫了一个微辣 然后呢辣的不行受不了 把辣椒全捞出来了 上面的红油也咬出来了 总算起回到了重庆火锅的 微辣是什么辣了啊 现在早上起来 我们准备继续出发一路向西 前往我们的乐山 准备带我们的爸爸妈妈 去看一下乐山大佛 来 走嘞 好嘞 现在要离开凤杰了 这个县城我们再看一下 是个狭长型的 特别的长 到达收费站 注意减速 两边都是大山了 凤杰这个地方 它种的城市也挺多的 凤杰齐城的民气也非常不错啊 而且这边的地形 感觉跟紫贵的地形差不多 对 两边都是很高的伞 没有是 也是两个头 嘿嘿 只有头 没有的石头 也有石头 但是它不是那种 不叫木就老边 哎呀 不像我们那边是那种 非常巨大的石头 全部都是种的橙子 靠山吃饭了 靠山吃饭了 哇 看这边销路多不容易啊 前面就是半山羊 不是洞都是桥 云阳服务区 一百多公里呢 哎呀真的隔得好远啊 在凤杰买的早餐 太烫了 拿到云阳服务区来吃一下 顺便充个电 哎 这个装发现有问题 充电充值机会不出账 不然你 不然那个充电汽油 不然那里 不然那里 我先拿 先那个白钱 前面那个车充了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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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些喜欢50吗 反正多的它会退给你 你再点水里面 啊 它是这个不往一通电是吧 对对对 你想那个小成绩 小成绩 你这些在那里扫扫一下 这里到了万州的境内了 说到万州咱不得不提一个东西啊 就是万州靠你 哈哈 提到万州就是想到万州靠你 真的挺好吃的 现在中午12点多了 肚子也饿了 我们来这个重庆农西河服务区 吃个饭 顺便补个电一下 后面就我们一辆车再充 没有其他车充 现在换个司机开啊 后面的都睡着了 开了八个小时 终于到乐山了 注意减速 到乐山了 乐山大福我们要来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乐山大福旁边 找了一个小酒店住一下 然后呢 在个酒店里面 它有一些本地的特色菜 就是什么 炒炸牛肉 麻婆豆腐 还有甜皮啊 还有这个薄薄鸡 我们现在在这里 就近吃下方便一点 正不正宗我也不清楚啊 乐山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我们先开吃了 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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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呢 烤肉呢 烤肉呢 那就是翻吃烤的 公公也可以吃啊 好 翻吃烤的 老婆呢 老婆呢 翻吃烤的 老婆呢 拿去 老婆呢 拿去的 老婆呢 拿去的 老婆呢 拿去 太烤的 开吃烤的 掀成是掀成的 要不要再去吃 一口吃 我 Terimaam 然后十多 回来 今天我提醒她 要不要再吃点 身边 那不太适合 那我们来说 你真的要不要 成员 就是买